小代复仇成功 继奥运金台争夺战之后 小代再次对阵速敌中国一姐陈雨菲 改变了战术打法 小代带着腰伤打出艰难逆转 连续挽救五个局点 魄力十足 两位现一球后同台竞技 现场精彩程度拉满 谁看了都会说一句精彩 小代为了挽救局点 使出全力打出一记批杀鞋对角 此时的腰伤已经隐隐作痛 中文字幕继续挽救五个局面 他在那邊 把他放一邊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 你會知道他在那邊 好球 小戴在失去主动拳时 他开启铁桶般的防守模式 抵挡住陈宇飞的进攻 等陈宇飞的体力下降之后 小戴反手围攻会更加有效 这就是他改变了应对陈宇飞的策略 只要不主动进攻失误 那就一直吊着陈宇飞 陈宇飞虽然不乏流畅 但他却有着体能黑洞 一直拖到他的体能崩溃 小戴开始猛烈的进攻 陈宇飞很难招架 小戴一再拉掉陈宇飞 找机会直接批杀大直线 经过不懈努力 小戴终于是带着腰伤 局末连续挽救五个局点 打出了艰难的逆转 趁着休息时间 赶紧找到主审 寻求医疗帮助 先把伤病震住 再去一局 把陈宇飞拿下 是圆继续挥得更好 更成功 D宇飞 presentations 你更多的信心 那它能做得更多 她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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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代开局就打出了六分的大优势 新的战术打法发挥作用了 看来小代一旦执行战术打法 他的实力就会更上一层楼 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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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uk 起Ta figures 孟 guitars Kita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宇飞决胜局体能下降厉害 被小代抓到弱点就是打到他左后 他就一直用反拍这样 很容易被小代疯狂拉掉 小代也是打得很有耐心 也比奥运更稳了 中文字幕组 小带的往前小球 让陈宇飞愉悦就球 却来不及 只见他干脆直趴在地趁机休息 一看就知道 陈宇飞实在是精疲力尽了 对于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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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好 我喜欢这位选择 反正的一切 好 那是好 18 11 我以为 那是可能 但 但一个比较 8点 很好的位置 好位置 要继续 继续 最后小代以21比12轻松取胜 小代带着腰伤打出艰难逆转 相信小代巴黎奥运在对阵陈雨菲 也能坚持新的战术打法 在奥运上再次复仇 劲敌陈雨菲 不得不说 这场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